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习马匠书 上一期我讲了光荣与梦想的第二册 今天讲的是第三册 开始前先简单回顾下上期内容 上一期我讲了从1941年到1950年的美国历史 这十年间美国带领同盟国取得了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消费欲瞬间爆棚 直接将美国带入消费社会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并与苏联展开全面对抗,拉开了冷战的帷幕 在国内,麦卡锡主义趁势而起 大肆传播红色恐惧症 大量无辜者受到迫害,弄得人人自危 接下来就进入光荣与梦想的第三册 时间跨度也是十年 从1951年到1960年 首先,我将揭开上一期留下的谜底 讲述麦卡锡主义是如何从不可一世的顶峰 瞬间跌落,彻底破产的 麦卡锡主义走向巅峰 和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有关 那就是麦克阿瑟被解职 1951年4月10日 杜鲁门总统下令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 原因是,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 美军就在朝鲜节节败退 被硬生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 这让曾夸下海口 要拿下整个朝鲜的麦克阿瑟 很没面子 在战场上捞不着好处 麦克阿瑟变成了嘴炮党 他擅自召开记者发布会 要求美国政府增兵 并允许他轰炸中国东北 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这惹怒了杜鲁门 按照杜鲁门的规则 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 必须控制在朝鲜半岛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苏联就可能参战 引爆世界大战 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达到1951年 杜鲁门已经准备和谈了 而麦克阿瑟的大嘴巴 扰乱了他的计划 更要命的是 麦克阿瑟仗着战功卓著 对杜鲁门爱理不理 满嘴炮火车 几次警告无效 被逼急了的杜鲁门 只好将他截止 只是杜鲁门没想到 此举不仅对自己的声誉 造成沉重打击 更连累了民主党 此时的美国 麦卡锡主义正如火如荼 有一大票人疯狂反共 在朝鲜跟共产党军队交手的 麦克阿瑟 就被塑造成反共英雄 杜鲁门这时候撤掉他 在很多人眼里 立刻成了助纣为虐的恶棍 白宫收到了几万封信件和电报 都是骂杜鲁门的 该路普民意测验显示 支持麦克阿瑟的民众 将近70% 杜鲁门的声望 则降到冰点 麦卡锡抓住机会 跑到参议院发表演讲 他夸麦克阿瑟是英雄 骂杜鲁门是兔崽子 紧接着他上纲上线 对民主党执政时期的 整个外交政策展开攻击 麦卡锡的靶子是马歇尔 二战期间 罗斯福任命马歇尔 为陆军参谋长 把控全局 杜鲁门也很信任马歇尔 让他当国防部长和国务卿 是杜鲁门的左膀右臂 为了达到目的 麦卡锡极尽抹黑之能事 他声称 二战中 马歇尔一再推迟 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 结果让苏联抢到先手 控制了东欧 战后 马歇尔受杜鲁门委托 赴中国调停 结果丢掉了整个中国大陆 就连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 也是马歇尔的锅 总而言之 在麦卡锡嘴里 马歇尔是个罪恶滔天的阴谋家 就差直接说 他是苏联间谍了 马歇尔百口莫辩 最后黯然辞职 退出政坛 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 马歇尔辞职后 杜鲁门的支持率持续走低 最惨的时候 跌到23% 这个数字 比后来因为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 都要低 可见 杜鲁门的声望 差到什么地步 就这样 民主党严重受挫 谋求继续执政是不太可能了 而此消彼长 共和党的声势 越来越高 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 共和党请到了一位大人物出山 他就是 埃森豪威尔 二战中 埃森豪威尔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 指挥了北非登陆 诺曼底登陆等重要战役 战后 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北约军队总司令 在国内外深受爱戴 政治上 埃森豪威尔偏保守 相信市场的力量 不认同罗斯福新政 同时他主张 对苏联应该更强硬一点 这些跟共和党的纲领很接近 双方一拍即合 埃森豪威尔被共和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1952年底 他顺利登上了总统宝座 从1953年正式上任到1960年退休 白宫的主人一直是埃森豪威尔 美国历史由此迈入了埃森豪威尔时代 就在埃森豪威尔上任的1953年 麦卡锡发起了600多次调查活动 他还多次对听证会进行实况直播 掀起了很大声势 用本书作者的话说 麦卡锡抵达了人生巅峰 然而生活的真谛是 当一个人得意忘形的时候 等待他的就是跌落谷底 这叫做圣极而衰 麦卡锡没注意到 形势正在悄然变化 变化首先来自政府层面 埃森豪威尔虽然立场保守 但为人正派 对麦卡锡的做法内心是反感的 还在竞选的时候 一次集会 麦卡锡来捧场 摄影师要求两人拥抱合影 遭到埃森豪威尔拒绝 他通过这个细节表明 自己和麦卡锡不是一类人 麦卡锡的行为也触怒了共和党 民主党当政时 他攻击政府里遍布苏联间谍 是帮助共和党 现在轮到共和党当政 他仍然一根筋的摇挖间谍 就不失实物了 麦卡锡还将手伸进军方 想调查陆军 这把埃森豪威尔气坏了 在共和党上层里 搞掉麦卡锡的想法 开始萌芽 与此同时 社会心态起了变化 1953年3月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 不久朝鲜停战 美国人松了口气 觉得终于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麦卡锡却还在炒作红色恐怖 这就惹人厌烦了 有些人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被这家伙忽悠了 此时 有人站出来公开表达质疑 他就是爱德华莫罗 在美国 莫罗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 二战爆发后 他最早从欧洲发出消息 向美国民众报道二战 当纳粹疯狂轰炸伦敦时 莫罗不顾安危 爬到英国广播公司楼顶 直播展况 这一状举为所有记者树立了标杆 已让莫罗拥有了众多粉丝 战后 莫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主持一档新闻节目 收听率很高 对麦卡锡主义 莫罗并不认同 很早就提出批评 为此 他受到巨大压力 听众写信骂他 老板则要求他闭嘴 免得得罪大客户 莫罗没有妥协 1954年3月 他制作了一期节目 对麦卡锡的手法做了详细分析 莫罗指出 麦卡锡的指控 其实没有实质性证据 他靠的是歪曲材料 威严耸听 制造恐怖气氛 这种不讲证据 全靠信口胡编的行为 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践踏 这一期节目产生了强烈反响 不少人被莫罗说服 转而怀疑麦卡锡 如果说莫罗改变的是社会心态 那么约瑟夫维尔奇 就是给出致命一击的人 维尔奇是谁呢 他是美国陆军部的特别法律顾问 前面说过 麦卡锡试图插手军方事务 这引起了军方反弹 在陆军部的要求下 1954年4月参议院举行听证会 对麦卡锡进行调查 起初 麦卡锡趾高气昂 滔滔不绝 维尔奇则一言不发 静静地听着 直到第九天他出手了 维尔奇拿出了一封机密信函 是联邦调查局的 他质问麦卡锡 从哪搞到了这份密信 麦卡锡懵了 因为以他的权限 联邦调查局不可能向他透露机密信息 在维尔奇的逼问下 麦卡锡只好承认 是偷来的 而这是违法行为 当天 电视台进行了实况直播 有2000万人在观看听证会 他们都看到了 原来 麦卡锡一直在干违法的勾搭 他们也第一次看到 麦卡锡表现得如此狼狈不堪 接下来几天 维尔奇一一拆穿了麦卡锡的把戏 包括断章取义 修改照片 造谣诬陷等等 人们惊讶地发现 一个看似强大的人 当真面目暴露后 立刻变得沮丧 毫无还手之力 打倒一个恶棍 竟然那样简单 听证会过后 麦卡锡的职务被逐一撤销 1954年12月 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 通过谴责决议 麦卡锡身败名列 几年后郁闷而死 祸害美国好几年的 麦卡锡主义 总算熄火了 大家如是重负 社会又恢复了活力 从麦卡锡主义破产 直到艾森豪威尔卸任的 这五年时间 被认为是美国人的 黄金时代 具体表现为 美国人的消费能力 埋上了一个新台阶 战后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美国人的收入 不断增长 从1945年到1955年 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 上涨48% 此外 每年有超过百万的农民 进城谋生 他们的收入 上升得更快 美国人的消费能力 水涨船高 从前 蓝领工人只买得起 平民化的福特汽车 而现在 他们能买更贵的汽车了 工人们还有闲钱 投资股票 这在过去 是有钱人的特权 更重要的变化 是白领崛起 1956年 美国的白领人数 首次超过蓝领工人 这是个标志 从此 在美国 做办公社的人 比制造业工人多 这个格局再没改变过 并且越到后来 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越少 今天让美国人焦虑的 制造业空心化 它的苗头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 就出现了 只不过 当时人们的反应 是兴高采烈 因为白领的崛起 带来了新变化 让美国社会 呈现出热闹 繁荣的景象 下面 我重点讲两个方面 先来说消费行为 和金钱观念的变化 跟农民和工人相比 白领更热衷于消费 也更愿意接受新事物 1950年代中期 汽车 冰箱 收音机 电视机 几乎是家庭标配 不稀奇了 白领转而购买新产品 比如 吸尘器 空调 电热毯 洗衣 烘干一体机 日益发达的广告业 又进一步激发了购买欲 说起来 美国人玩广告很早 美国国父之一 本杰明富兰克林 就是广告高手 他创办宾夕法尼亚日报时 创刊号头版 登的不是新闻 而是一则肥皂广告 富兰克林 因此被誉为 美国广告之父 国父都那么重视 美国广告业的前景 自然是一片光明 20世纪前期 美国家家户户听广播 上家就往广播节目里 查广告 1950年代 电视成为广告商新宠 从唇膏 啤酒 到剃须刀 止痛药 电视屏幕上 广告 普天盖地 广告 把商品包装得充满魅力 诱惑人掏钱购买 可是 普通人 哪来那么多钱 分期付款 便应运而生 和广告一样 对分期付款 美国人也不陌生 当年为了促进销售 福特汽车 通用汽车都推出过分期付款 1924年 就已经有一半私家车 采用了分期付款 到1956年 买车 要分期付款 成为美国人的本能 差不多所有私家车 都是用这种方式买的 汽车行业的成功 引得其他商家纷纷效仿 小到沙发 大到游艇 一切商品 只要你想得到 都可以分期付款 广告泛滥 加上分期付款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消费逻辑 广告 激发人的购买欲 为了满足不断出现的欲望 人们就更多的采用分期付款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 美国人的金钱观 德国社会学家 马克思维伯曾提出 努力工作 把赚来的钱 用于储蓄或再投资 而不是简单的花掉 是资本快速扩张的秘密 这种金钱观 被称作新教伦理 由于大部分美国人是新教徒 所以美国也被认为是奉行 新教伦理最典型的国家 过去 美国的确很注重节俭和储蓄 但现在情况就变了 从1952年到1956年 美国的分期付款信贷增长63% 消费者的债务增长了55% 美国成了人人负债的债务社会 相应的美国人对储蓄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即便是高收入家庭 也没多少存款 像纽约长岛这样的富人区 每户家庭的平均存款 也只有区区300美元 在这种风气下 新教伦理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当时流行的一首广告插曲 很能体现美国人态度的转变 歌里唱道 买买买 今天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这是在提倡赚到钱要赶快消费 如果手头紧就去贷款 所以 节俭不再是美德 即是行乐 才是王道 这种金钱观 不仅促进了一般商品的消费 还极大的促进了娱乐业 1950年代 美国的娱乐业蓬勃发展 涌现出不少超级明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要算性感女星 玛丽联盟露 和摇滚巨星 猫王 先来说玛丽联盟露 她出生在洛杉矶 20岁那年被好莱坞电影巨头 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掘 出演了多部电影 凭借性感的外表和大胆的演出 孟露迅速窜红 她最富魅力的表演 是在影片七年之仰中 站在地铁通风口 任凭大风把裙摆吹起 这个桥段被评为电影史上最性感的镜头之一 孟露因此成为美国男性的梦中情人 孟露的私生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她曾嫁给阿瑟米勒 米勒是个剧作家 经典话剧《推销源之死》就是她写的 这段婚姻轰动一时 但结局悲惨 孟露两次流产 双方于1961年离婚 孟露一生还有过很多情人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他俩的绯闻沸沸扬扬 一度是美国人茶余饭后的八卦 如果说孟露的粉丝是成年男性 那么猫王主打的则是青少年市场 猫王约名二维斯普雷斯利 当过卡车司机热爱摇滚 1956年猫王参演了电影《温柔的爱我》 作为配角他戏粉不多 却凭借四首插曲 成为整部影片最大的亮点 随着影片同名歌曲《温柔的爱我》 风靡全美 猫王大红大紫 机身一线歌手之列 这时候他才21岁 猫王的单曲和专辑张张大卖 销量动辄超过百万 这个成绩在摇滚音乐史上前所未见 所以猫王又是第一代摇滚巨星 其成名比披头式乐队还要早 猫王的粉丝主要是青少年 尤其是少女 这些少女 无论猫王到哪里开演唱会 都会亲临现场 平时会找各种理由送偶像礼物 骑着摩托车追赶猫王的车 有的小女生甚至用铅笔刀把偶像的名字刻在手臂上 所以猫王的成名预示着 青少年已成为美国消费市场的主力 其中的社会原因是 战后出生的一代到1950年代后期 恰好到了青春期 他们内心骚动 渴望刺激 愿意为偶像一致千金 而他们的父母因为收入丰厚 有能力承担子女的花费 有趣的是 同样的景象 如今也出现在中国 论疯狂程度 今天00后对小鲜肉的追捧 绝不亚于迷恋猫王的美国小女生 连原因都差不多 00后正处于青春期 追逐流行 而他们的家庭比较富裕 有条件供他们追星 难怪老话说 太阳底下无心事 真是这样 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原来半个多世纪前 美国人就经历了 再说回猫王 1958年猫王参军 被派往德国的美军营地 猫王的到来在欧洲引起轰动 媒体纷纷报道 跟他一起涌入的 还有好莱坞电影 爵士乐 可苦可乐 肯德基 他们风靡欧洲 并且滚血球似的 从英国法国传播到非洲南美 世界各地都充斥着 美国的商品和流行文化 美国人趁机说 为什么我们能制造 如此丰富的商品 是因为我们自由 开放 说到底是得益于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这套说辞 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 1950年后起 是美国人向外输出 流行文化和民主制度的 第一个高峰 通过这种输出 美国一方面树立了国际形象 那就是自由 文明和富裕 另一方面 也招来了麻烦 怎么理解呢 本书作者写道 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已经高到其他国家 无法理解的程度 别说亚非拉地区了 连英法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 都只有眼红的份 人们在项目的同时 也积攒着不满 一些人认为 美国人的富裕 是以掠夺全球资源为前提的 数百万非洲人挨饿 就是这种掠夺导致的 还有人认为 美国人不断炫富 让发展中国家相形见处 这本身就是在制造痛苦 而且为了跟苏联对抗 美国还到处扶持独裁政权 这跟他标榜的民主自由 背道而驰 更容易招来反感 总之 在不少国家的民众看来 美国人把幸福建立在 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 美国就是痛苦的根源 在这种情绪主导下 很多地方爆发了反美运动 美国大使馆频频遭到攻击 于是 1950年代后期 也成了反美浪潮的 第一个高潮 这里举个例子 1958年春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赴南美访问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他差点被打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按照行程 尼克松落地后 将从机场前往解放南美的英雄 委内瑞拉国父波利瓦尔的墓地 惊险挖圈 尼克松原以为 这项活动很轻松 没想到 反美分子早就组织好了 一路上 车队不断遭到袭击 示威者举着棍子 铁管 甚至斧头 砸尼克松的车 结果车窗被砸碎 碎玻璃飞溅 尼克松几乎受伤 无奈之下 尼克松躲进了美国大使馆 被几千名民众包围 形势非常紧张 消息传回美国 艾森豪威尔吓了一跳 他立刻排出航空母舰 导弹巡洋舰 去委内瑞拉施压 并且命令海军陆战队 做好准备 索性 尼克松头脑清醒 认为真这么干 只会更加激怒反美分子 他劝阻了艾森豪威尔 马上和委内瑞拉政府沟通 总算平安回国 尼克松的南美之行 尽管惊险重重 美国人还没太放在心上 毕竟以委内瑞拉的国力 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 美国真正在意的是苏联 这才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冷战开始后 美苏在全世界范围内争霸 1950年代 美苏争霸进入到新阶段 那就是太空竞赛 导火索则是苏联卫星上天 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 他甚至跟美国人 比拼生活水平没迎面 他选择了另一个突破口 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颗人造卫星 一个月后又发射了第二颗 此举震撼了美国社会 媒体大肆渲染说 从今往后 美国人的头上 悬着两颗苏联卫星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将暴露在苏联人眼皮地下 这让美国人不寒而栗 军方更紧张 他们推测 发射卫星需要巨大推力 那么很显然 苏联人已经拥有洲际导弹 今天 苏联人能用导弹 把卫星送上天 明天 他们就能装上原子弹 打到美国本土 而美国的洲际导弹 还在研发之中 为防万一 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下令 B-52轰炸机 载着原子弹 24小时巡航 随时准备反击 就这样 美国上下 都被恐惧和焦虑笼罩着 当务之急 是安顶人心 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 立刻发射 自己的人造卫星 时间定在了 1957年12月6日 当天 学校 工厂放假 人们翘首以待 美联社事先写好了新闻稿 发给各大媒体 很多报纸连版面都排好了 就等着印刷了 结果 运载卫星的火箭刚刚发射 就歪歪斜斜地坠落 烧毁了发射区 由于牛皮吹得太大 一旦被戳破 反而沦为了公关灾难 美国人 遭到世界人民嘲笑 苏联人更是幸灾乐祸 不过美国人并不会因为 在太空竞赛中暂时失败 就垂头丧气 对自己的文化和制度 他们还是信心满满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内部危机 尽管总体上繁荣 但是在1950年后期 仍然出现了不和谐音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 就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发起 其标志是小石城事件 在美国黑人权利是个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 早在1861年 南北双方就曾为此开战 付出了60多万人的生命 南北战争后 奴隶制被法律禁止 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 不是法律就能飞除的 黑人歧视遍布全美各地 在实行过奴隶制的南方 尤其严重 南方各州还发明了一种政策 叫做隔离但平等 什么意思呢 宪法修正案不是规定 美国公民不分种族肤色 人人平等吗 那好 我就把白人和黑人分开 各过各的互不干扰 这也很平等啊 距离来说 白人上白人学校 黑人上黑人学校 白人去白人商店购物 黑人去黑人商店 就连坐车也专设黑人车厢 这就是所谓的隔离但平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哪是平等 分明是变着法搞歧视 因为在这个原则下 黑人的待遇要比白人差很多 例如 白人的公立学校经费充足 师资力量雄厚 黑人学校则经费紧张 校舍简陋 教育质量更是差得远 所以在1954年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说 在公立学校实行隔离但平等 违反宪法 各州应立刻纠正 让黑人和白人同校 这个判决在南方各州 引起强烈反弹 特别是阿肯色州 闹出了震惊全国的事件 这就是小石城事件 1957年夏天 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 一所公立中学 准备接纳九名成绩优异的 黑人学生 此举遭到州长福伯斯的抵制 他发表电视讲话 公开质疑联邦最高法院的判罚 并威胁说 如果黑人学生来了 他将派出州国民警卫队 坚决阻止 9月2日 黑人学生如期来到了公立中学 果然遭到州国民警卫队阻挠 文讯赶来的白人 种族主义者还对他们进行谩骂和骚扰 最终黑人学生被迫离开 事情闹到这一步 就不只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了 他的性质变成了州政府公然违背宪法 不遵守最高法院判决 这时候 作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必须出面 9月23日 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讲话 承诺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 维护联邦宪法 随即 他命令101空降师前往小石城 护送黑人学生 在军队的压力下 福伯斯被迫妥协 黑人学生成功入校 事后看来 小石城事件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先生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过 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应当被高估 因为他并没有立刻扭转社会风气 在美国南方 歧视黑人的力量 依然强大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小石城事件后 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的声望 不降反升 三分之一的南方人认为 他是英雄 此后 福伯斯多次连任州长 连续掌权12年才退休 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顽固 可见一斑 黑人民权运动 取得实质性进展 要到1960年代中期了 1960年11月 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埃森豪威尔时期至此结束 总结他执政八年的成绩 可以说 埃森豪威尔最大的贡献 是终结了麦卡锡主义 使美国恢复了活力 美国的文化和制度 也在这个时期大规模输出 其执政后期 显现出两大趋势 一是美苏争霸升级 二是黑人民权运动兴起 这两大趋势 将在下一个十年 决定美国的发展走向 也是下一期 重点讲解的内容 好 光荣与梦想第三册 就讲完了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